不好讲美国学运 讲华裔细分法案 或者反犹太义式方案也行啊 一句话不说是几个意思 这么大的事 是因为眼睛又衰肿了吗 王菊的节目 最值得看的就是比较客观 逻辑推理很扎实 感谢人民感谢党 如果王菊在国内体制内 还真做不出这么多精彩的节目 王菊 中国这所谓的新三样 技术壁垒太低了 很难长期称霸 很快会被迭代淘汰掉 还是老问题 投机取巧 不是打实的发展技术 王菊的儿子从医院回来后 昏睡不醒两天两宿 王菊心急如焚 担心儿子是不是脑子摔坏了 我一直陪着他 安慰他 直到他儿子醒来 谈到中国教育系统腐败的问题 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教育学博士 齐森表示 中国社会的腐败已成社会风气了 教育部门也不可避免 著名学者 自由主义法学家 袁洪冰教授曾指出 中共统治下的教育界 在人性泯灭的冷库中腐烂了 已经沦落为中国最腐败和残酷的一个行业 他们感谢大纪元网站 开辟这个退党声明网页 使他们可以通过现代数字化的媒体形式 去掉心中的一块心病 从思想上彻底退出中国共产党 确实 就像马斯克说的 中国人基本上没有侵略性 因为他们把90%的精力都用在了内部 内卷 玩弄人情事故都是一等一的 说好听点就是韬贿 塞尔维亚的免税政策 会造成其他国家商品能过塞尔维亚曲线进口 等于变现拉动塞尔维亚的经济 塞尔维亚穷 没商品没事 我们在你这开个门 你收门票挣钱 世界从来都是这样 一惊落万无声 美国虽美但已近黄昏 一大群等着重新瓜分 重新洗牌的在下面站队等分时呢 就是金融战最后的热战 不知道会不会重置文明了 中国真正威胁到欧美生存之前 他们都是短视而随静的 贪小力图方便 等真感觉自己命在旦夕的时候 他们就醒了 就和你干到底 不只是欧美 人类基本都这样 我们作为人民教师 坚决与其邪党划清界限 坚决立即退出其邪党的一切组织 我们这批有的是党 团 少先队成员 我们分别退出 迎接美好的明天和灿烂辉煌新天地 在日本东京的王靖声明三退 愿华人 世人的后代 从小生活在尊重他人的环境中 免受学校 家庭的语言 肢体暴力 得到寻善诱的教导 从此拥有充满正面的教育环境 现在中国不费一兵一卒 就把俄罗斯变成了小弟 欧洲各国先是猛逼 现在都回过味来了 欧洲想摆脱经济颓势 押保美国顶多能做到平稳摆烂 但是押保中国 说不定真就单车变摩托 这孩子还问他妈 是不是他乃在另外空间救了他 我说 你乃可没那个道行 是你们保护了大法书 大法师父救了你们 汪解恭敬地说 是 是 是 感谢师父 感谢师父 老王这种华夏中心主义的底色 一不小心又要做一期节目 搞外交 要是中国人行 那欧洲人才是外交这门技术活的祖师爷 老王最后一句三国演义 真是暴露了你对欧洲认知的底线 老张保护法轮大法书籍 积了大德 福报应验在他儿子身上了 汪解和老张美说起此事 也很感慨 当时明看到儿子身边地上是一滩血 最后到跟前一看 怎么就变成是块塑料布了呢 说你一点都不懂经济和市场 那是在陈述事实 不是在批评你 听到在欧洲建厂 是为了绕开关税限制 挺正确挺好 往下说到中国制造全球扩展 脚踢德国拳打日本 直接给我整无语了 王鬼子真的很坏 阴阳怪气的 是中国的三样再没没有市场吗 王鬼子却说 是中国的三样再没没有市场 而事实是 没地限制中国产品再没销售 而这次只是明着限制了 败要选举选票而已 名单曝光后 互网上群情汹涌 分谴责交大黑箱作业 极不公平 特别是由于当年的竞争激烈 很多考生的分数 即使过了所选志愿学校的入学分数线 也不被录取 因而更加引起了考生的愤怒 在此本人声明 退出中国共产党 清洗掉共产党在自己身上留下的一切痕迹 包括过去曾经加入过的共产党相关组织 如共青团等 真正交书于人 让我的学生们也不再受共产邪灵的毒害 只要还在支援额 就不可能达成合纵连横 因为这是一个长期因素 随着时间仇恨会越来越深 欧洲人也会看得越来越轻 不是一两次的外交 就能把支持侵略这件事淡化的 关税和反倾销必将到来 他们同时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 和身边亲眼见到的事实 更加清晰地认识到 所谓的共产主义理想 完全是一种假大控的外理邪说 其理论本质和实践上的所作所为 完全都是反人性反公理和反道义的 二零一年一天半夜十二点左右 我正在睡梦中 突然被急促而刺耳的门铃声惊醒 惊猛中我抓起话筒问 谁 怎么了 话筒那边带着哭腔急切地说 毛 快叫你家人下楼 出大事了 这下完了 内蒙古赤锋教师曹志欣宣布三退 我是赤锋十二中的一名人民教师 我已经看透了中共的邪恶本质 并在此宣布三退 并将始终教育我的学生不要相信中共的恶语 从自身开始拯救国家 免受恶党侵害 说实在的 新闻联播都不如王菊拍案 新闻联播讲的老百姓听不懂 但王菊说的基本都是深入浅出 一听就能听明白 只能说不愧是前央视记者 能力水准还是一流的 无论王菊什么观点 我从来不黑王菊 我突然想到 看来中共不可能进行更深一步的 因政治导致的闭关锁国政策了 因为中国的广大市场 也就是海量的人民 是中共和中国的巨大财富 也是在谈判桌上的筹码 那么他不会希望让这个筹码萎缩的 王桑 咱讲国内热点新闻 搞点专访就好了 讲国际时政真没内位 亦缺乏基本的经济学素养 二枚看清大国博弈的底层逻辑 三略微带有主观色彩 虽说也会有受众 但咱得兼顾节目质量啊 搞点自己擅长的 一个名叫我很幸福的网友 在网易网站的记者论坛上写道 天啊 太恐怖了 还考什么试啊 直接进去读书得了 另一个名为大红豆 一路狂奔的网友 更愤怒地说 中国还有没有干净的地方啊 他们还说 身边的亲人党员 很多都是失业的失业 退休的退休 多年来根本没有什么党组织的生活 更没有也根本讨厌 从最低生活工资中去交什么党费 从组织形式到思想理念 早已自动厌弃了这个党 还有个重要因素是 俄乌战争到底打多久 中国的立场其实很清楚 既不想俄罗斯胜也不想俄罗斯败 俄乌战争会逼迫欧盟 有对中国妥协的理由 也会逼俄罗斯紧靠中国 如能为中国争取五年的时间 习就小开花了 他说 中国教育现在都是初中分组 对学生特别重要 家长也很担心 肯花钱 那市场就有钱可赚 学校长或政府官员 当然想借机捞一把 这是很糟糕的事 教育本身是一个教育人的事业 应该是不以钱为目的盈利事业 高老师声明要退团退队 作为一名人民教师 一位基督徒 我更有责任早日认清 中共十恶不赦的结局 坚信中共邪魔 很快就会受到神灵正义的审判 我在这儿 呼吁所有教师 用良心来做一个决定 脱离中共永保平安 中美欧盟 如果要是三国演义 那么 美国就是卫国 霸权在首 天下我有 且国力最强欧盟就是蜀国 怀柔在心 百姓安生 同时内部派系 相对独立 中国就是吴国 孙坚孙策死了后 二五载孙权领导下 被刺盟友 招令膝盖 各种政治清醒 不可能实现的 美利坚合众国也是联邦 欧盟同样的 大多数国家的价值观 还是一致的 不会跟你这个独裁国家 走在一起 现在无非是习近平 在拿钱出去撒而已 真到了紧要关头 这些钱都可以不要 俄罗斯已经给欧洲人 上了一课 不会再上当了 汪姐和老张 给我们讲了 整个事情的起因和经过 儿子和对象闹矛盾 女方提出分手 儿子心情不好 时常很晚回来 还喝很多酒 当晚十一点多了 汪姐在里屋已经睡下 儿子回来 就进自己的屋了 老张看见儿子回来 没理他 继续在客厅看电视 中国对待外资的态度 就是我们欢迎有诚意的 外资进入中国市场 中国不会和美国一样 选择性的针对中国企业 比如华为大江比亚迪等 优秀企业 相反中国反而很欢迎 美国优秀的企业 进入中国投资 合作共赢 如果不是谷歌搞意识形态 入侵中国 也不会禁用了 声明指出 我们真切认识到 中国共产党 确实是一个害民的党 是一个真正与人类发展 潮流逆向而动的反动的党 现在他号称 自己拥有六十多万党员 其实这也是采用蒙骗的伎俩 也属于是一种 拉大旗做虎皮的手法 在自己给自己造势 自己给自己壮胆 这三个国家选得好 而且纵观整个中国的外交 都可以拉长时间线来看的 看东南亚 看中亚中东 看俄罗斯 这些中国基本稳的基本盘了 这在十年前能想到 都可以成为中国制造 高端制造的几十亿人市场 再往远了看 意大利 南美 金砖 除了印度 我也被这突如其来的事吓蒙了 枪吻着发抖的心 陪伴着汪姐 老张和我丈夫等人 急忙跑向楼的南侧 准备给孩子收尸 我陪汪姐在北侧院内等候 没赶过去 不一会儿就听他们激动地喊道 孩子没事 孩子没有死 我们都惊喜不已 简直是天大的造化 从那以后 老张一遇见同事 骚扰法轮功学员 就劝说 扯那个干啥 睁一眼闭一眼得了 不用太认真 有的公安听了 真的就不管了 汪姐一听到 有人污蔑法轮功 就会仗义直言 你怎么知道不好 不好人家还练 是你们头发长 见识短 别瞎说了 紧接着将孩子送去医院抢救 到了医院 孩子完全清醒过来 安然无恙 孩子说自己没事 不用做检查 就要回家 他父母不放心 硬要检查 看五脏六腑哪摔坏没有 孩子急了 说 我没有事 自己就从医院跑出来 后来证实 只是脚脖子崴了 其他毫发无损 他们的儿子清醒后说 我不是想跳楼 喝酒喝得迷糊的 想站在阳台抽根烟 就看下边 有个女的向我招手 像是我的对象 叫着我的名字说 毛 你过来啊 我就过去了 我也不知道 自己怎么下去的 过程中 就觉得有人 好像推了我一下 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你也太小看欧盟了 能成盟就能散 匈牙利真的因为 异国之力 损害了欧洲 大多数国家的真实利益 你看他顶不顶得住 两面三刀的东西 多的是了 多几年了 还在小看别人的智慧 你怕不是太搞笑了吧 这明面上的所谓谋略 就差把目的写在脑门上了 你说别人看不出来 我是大陆教育部 住某省的办事员 亲眼目睹了 家长拿钱贿赂教委领导 使其子女上名牌大学的事情 教委主任家住别墅 招考办主任家住豪宅 校长更是花天酒地 江爱华等十人在退党网站 发表集体退党声明 这对那些努力学习的学生 真是太不公平了 我和丈夫急忙穿衣下楼 看到朋友汪姐和她丈夫 老张站在楼下 汪姐吓得浑身颤抖 完了 我儿子当年二十岁左右 刚才在家跳楼了 地上一滩血 已经摔死了 叫你家人快点帮忙 用备丹裹上 直接送火葬场吧 我们不想惊动别人 就说是喝酒喝多了 发生的意外 辽宁省人民教师宋平说 在人世间几十载 看过人间疾苦 看过人间喜乐 从古至今 中国一直都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 而当道者的不作为 胡作为 疑似地使中国处于危难之间 而如今正面临世界大动荡之变局中 岂能让独裁者当道 使中国几十年来所积累的力量 功亏一篑 联合次要敌人 打击主要敌人 跟西欧各国缓和一下 就可以空出手来对付美国 把东欧变成自家后院 就可以持续消耗西欧能量 而且中国的手段跟细腻程度 看起来都比美国人强得多 中国人 这套完了几千年 共产党更是发展到极致 老美从二战后留下的资本 还有多少可以消耗 辽宁师范副小教师 小灵 燕子 英子 等五人发表严正声明 看大纪元的九平共产党 我们彻底认清了 共产党的邪恶本质 它反人类 反道德 一贯搞假 说一套做一套 表面让我们为人失表 而背地让我们教育学生 名 利 逗 自私 特别是曾扒皮坑害学生 多收费 乱收费 这气走偏了 彻底走偏了 有必要放大头像吗 太铁了吧 站直了 别趴下 当心上帝惩罚 人啊 不管谁 坚持公义 才能走得平稳 走得远 我希望中国发展得很好 但是 到目前 看不到公义 也看不到在努力追求公义的路上 所以 没有上帝的祝福 前途暂时渺茫 合纵连横 想得美 王菊不是说 大陆的大飞机 欧洲人帮了很大的忙吗 其实 如果这是个事实 说不定欧洲很早就有意识地支持中国工业的发展 来帮助他们打败日本和美国工业 指望欧洲自己能抵抗到了日本和美国工业吗 从中欧班列开始 这种格局就是中国和欧洲都希望看到的 这中间的各种刻板 你懂得 湖南长沙市的李毅师声明 本人是名年于六十的教师 优秀班主任 几十年工作认真负责 任劳任怨 觉得自己很称职 读了大纪元发表的《九评共产党》后 让我思考 让我震撼 也让我觉得惭愧万分 自己受了共产党几十年的欺骗 浑然不知 却还在误导着年轻的孩子们 一直在造孽 吴中师是一名退休的中学老师 看见共产党的腐败 学校老师为了挣钱 强迫学生补课 他声明要退出共产党 作为一个教师 我觉得老师教学生是义务和责任 看到他们不要良心赚钱 我觉得可耻 看到共产党这个样子 我要是党员 我都觉得自己脸红 我声明退出共产党组织抹去受计 有一天 我在街上遇到老张 他神秘的小声问我 有书你要吗 我说 要 有多少 我要多少 他说 我一点一点给你拿 别叫他们发现了 我说 好 保护大法书 你会有大福报的 他拿回来很多大法书 我都好保存起来 最后都送给了那些 被抄家没有书的同修 和想学法轮功的新学员 还是不看好新三样 其本质都是就三样 既不环保 技术也陈旧 如果欧洲真的要实现低碳 日韩的轻能产品更成熟 如果是假环保 那跟美国沙特搞好关系 把油价打下来更划算 中国本质上 产品还是不过关 再怎么使外交手腕也难掩饰 而且 保不齐这次带的宁德时代 比亚迪五年后 又成了马云 马化腾 这有个屁谋略 给对方一些好处 拉拢对方 所谓的瓦解 都二十一世纪了 西方不知道吗 这些说白了 都是阳谋 根本不是什么阴谋 都是赤裸的 你要不要这个好处 结束了 剩余就是对方 自己去思考了 其实 我一直说 西方既要中国廉价劳动力 带来的好处 又要改变中国 难 这些都是摆在台面上的事情罢了 他还说 一个省的最大官员省长是腐败分子 一个把持全省官吏任免大权的组织部长是腐败分子 一个省的高级法院长和检察院长都是腐败分子 这一贯自称自己所谓光荣正确伟大的党 怎么能执政卫民 怎么能坐在主席台上 面对电视机前亿万民众 邀五喝六的大奖什么经济建设方略 如此的党 简直就是厚颜无耻的党 宋平声明退党 看到国人的麻木不仁 这也让我理解当年鲁迅的苦闷了 我也曾想过实干救国 可看似平等的升职体系 对于像我这种没背景没势力的下等人 属实是举部维艰 所以我选择像鲁迅一样 气一从文 当一名人民教师 从新一代的人思想中改造 使青年们看清事实的真相 看到蕴藏在和平之下的危机 看儿子半天没动静 老张起来到儿子房间里看 发现儿子没在屋里 老张又上卫生间看 也没有人 他觉得奇怪 忽然想起在看电视时 好像听到楼外有咕咚的声音 他突然意识到 坏了 急忙走进儿子的房间 趴在阳台往下看 见儿子趴在地上一动不动 身边还有一滩血 他顿时觉得双腿发软 认为三楼跳下去 肯定没命了 哈尔滨医科大学 23名中青年教师 不约而同 从大纪元网站上 读到九评共产党的系列文章 十分振奋 从中受到很大的启示和鼓舞 大家争先传阅 也在教研室里展开热烈的讨论 他们联合发表声明 从我们的内心世界里 摆脱中共这个恶魔的寄生物 做一个干净不被愚弄的思想健全人 首先从思想上 彻底退出中国共产党 白荣格发表三退声明 作为一名教师 我深刻体会到了 现如今中国教育的腐败 孩子 家长痛苦不堪 而且我发现 周围的人情冷暖 几乎荡然无存 人们都那么冷漠 似乎都是钱 当然还有更多更多 尤其是中共的邪恶 腐败 令我深恶痛绝 因此在这里严正声明 退出中国共产党 共青团 少先队 以及一切与中共有关的组织 其中一位从事三十多年的女教师 感慨地说 中共太可恶了 仅从其见证前后的两面性来看 惯以流氓二字绝不为过 过去真的是被中共这个善于花言巧语的无耻恶魔蒙骗了 从黑龙江省官僚阶层及我们这所大学所暴露出来的大小腐败案件 完全可以说明 中共标榜代表这个代表那个也掩盖不了其制度的黑暗 无法蒙骗民众了 声明中曝光哈尔滨伊克大学中的腐败事件 以校长杨宝峰和党委书记江洪池为首的领导班子 利用职务之变巧立明目大发横财 自带博士教授头衔 还为自己建造豪华住宅 引起广大失声义愤 从中看到 在中共独裁专制的体制下 哪里有共产党的领导 哪里就有腐败 相信在中国民主社会到来的时日 所有腐败案件都会得到清算 上海交通大学 曾被揭招生黑幕 该校一份附有推荐人背景资料的新生名单 在互联网上传播 名单中不少学生高考成绩未达标准 但因他们的推荐人后台够硬 得以进入这所上海名校 这些后台上至中央部长级 原交通部长钱永昌 下到上海市多个部门 上海副市长严眷齐 甚至教育部 市教委和各大学 清华 交大等的正副校长们 在中国学校所有的一切都有价钱 省一级名牌大学 12万至20万不等 保送生名额 不用考试 艺术 体育特长生 考试加十分 8万至12万不等 自主招生 降分 15万至18万不等 声明指出 教委主任拿50% 招生办主任拿20% 校长拿20% 我们教育部监管人员拿10% 教育腐败 让其准备辞职离开中国 去加拿大留学 中国需要欧洲为自己争取时间的同时 欧洲也需要这个时间 一直以来 华人群体喜欢一口一个欧美 然而在欧洲内部 防美和防共是处于同一个优先级的 尤其是法国 他是最不希望看到整个欧洲 为美国马首是瞻的国家 同时 也是以法国为首的一些欧洲国家 对冯德莱恩和德国纳摩不爽的根本原因 觉得这帮玩意太谄媚 是美国的特洛伊木马 所以王菊那句三国演义的形容 还是很贴切的 这突如其来的横祸 老张害怕下着妻子 知道儿子就是他的命 他尽量让自己缓 然后进屋叫醒妻子 说你也没少跟他操心 就是操到头了 有没有儿子也是命 你以前不是也算过挂 说儿子活不过二十五岁吗 汪姐没等听完就急了 你快说 儿子他怎么了 老张就讲了刚发生的事 汪姐趴阳台一看 儿子趴在地上 一动不动 身边还有一滩血 也认为儿子死定了 他们商量怎么办 然后去按了我家的门铃 不要期望有无缘无故的友谊 你有我要的 而我也有你要的 这才是最重要的 欲取古语 这是骨穴 道德经云 天长地久 天地所以能长起九者 以其不自 生 故能长生 是以圣人后 其身而身先外其身 而生存 非以其无私血 故能成其私 表面上看起来去付出 最后总是有回报的 而美国起初也是这样搞的 所以他成了第一强国 现在反而变得第一时间 就开始自私狭隘 最后会适得其反 中国现在的 比如一带一路政策 却是如道德经所说 非以其无私血 故能成其私 今年是美国大选年 考虑到目前美国朝野上下 空前一致的鹰派氛围 需要巩固选情的 拜登的对华政策 还会趋于更强硬 加码部分关税 虽然影响不会太大 但更重要的是一个政治姿态 不排除还有大招在后面 当然习近平意识不到这一点 跑到欧洲去玩 合纵连横这种招数 对美帝既定政策的影响聊 欧洲终究是美国的小弟 法得由来已久 想要自立门户的那点小心思 不足以逆转欧盟的风向 至于匈牙利之类的欧洲人 都嫌弃的边缘国家 除了证明执政十几年的独夫之间 确实性相惜外 别无鸟用 王菊 王志安 我是你的铁粉 但是我一点一点发现 你对你的敌人 只是在分析 而没有对抗 你分析完之后 应该让你的队友觉得 恶魔应该终结他 可是大家看完你的节目 却感觉 这个流氓很可怕 我们打不过 他的决策很可能都成功 我们只能看着 陪伴这个 要是这样 你觉得你的存在 是起了什么作用的 就是来分析 他是如何强大起来的吗 你应该知道 如果他和欧洲国家建交成功的话 将会给世界带来什么 那作为一个公众媒体 你难道不应该呼吁抵制吗 不是一味分析 越来越不懂 你到底是个什么站位了 19年720之后 法轮功修炼人 几乎都被抄家 很多大法书 都被公安抄走 那时 老张在公安局工作 我跟他说 法轮功不像电视说的那样 他们是抹黑打压法轮功 你在公安局 管啥也别管法轮功 对你不好 要是善待法轮功 会有福报的 他笑着说 我知道 我看过你们 法轮功的书 他还挺神秘的说 我还拿了好几本呢 我问老张 你在哪看的 拿的 他说 他们 警察 搜上来的法轮功书籍 就在公安局地下车库扔着 我竖起大拇指对他说 了不起 功德无量 损坏大法书是有罪的 你好看吧 可好了 如果是一个主权在民的国家 政府这样做 去为自己的国家争取利益 没有太大问题 但问题中国不是这样的国家 把这么多没有经过老百姓同意的资金投入这些国家 即使将来有什么回报 在当前的习时代 老百姓又能分到多少好处呢 更何况我们压榨工程师补贴做出来的电动车 为什么只说电动车 因为我是这个行业的 本来就是一种倾销 不符合贸易规则 另外看中国有多少地方需要政府投入教育 医疗 养老 是不是应该优先解决这些问题呢 王志安有点避重就轻 袭击其政府的行为 只对当政者有利 老百姓大概率啥也得不到 这种做法本身就不对 匈牙利向来是欧洲逆子 当年还在奥匈帝国时候 就有着成为欧洲一流国家的野心 只认利益不认人 塞尔维亚则是由于 曾作为南斯拉夫主体国的原因 一直与中国有良好外交关系 至今位入欧盟 这两个国家 在欧洲的大战略里 是无足轻重的 欧洲二三流国家里 真正有战略价值的 是向意大利 西班牙 波兰 捷克 罗马尼亚这种国家 中国争取不来 向第一地国家 北欧国家等 由于意识形态差距更大 就更别提了 法国 的确是不想跟着美国一步一趋 但是 不论是出于意识形态 还是战略利益 历史无数次的证明 法国必然会被推到美国那一边 这不是由美国决定的 而是由美国的专制对手决定的 中国与欧洲重要国家 试图建立稳固友好关系的尝试 必然是失败结局 与其在欧洲丢人现眼 被欧洲人当小丑看 不如专注于修复 与东亚东南亚国家间的关系 更现实 当下法国 在欧洲的角色是领头羊 法国的核心诉求 除了发展经济之外 是得在欧盟作为领导角色 实现法国家战略自主 经济自主 而不是首先维护 北约利益 欧盟的利益 当下俄乌战争走势 以及北约老大美国尴尬的局面 给了法国战略自主的可能性 北约本质 是美国为了制衡前苏联 现阶段以俄罗斯为假想敌 以维护欧洲地区安全为名义的军事联盟 欧洲各国的付出的代价战略 及经济被绑架 但这次俄乌战争 巴以冲突 老美并没有发挥保护伞的作用 军事神话被戳了个窟窿 法国自然要争取调大梁 马克龙战略眼光还是可以 同样的情况 北约成员国土耳其 匈牙利 尤其是地缘仅靠乌克兰的成员国 都会反复横跳 亚太日本违背美联储意图逆天加息 也是以前所未见的 世界格局变化之快 二战以来的一超多强的世界格局 要到头了 新的多极化格局形成 对原占领高附加值产业链 高福利国家打击将会很大 非洲 中亚 中东欠发达地区 会迎来空前的发展机会 多极化格局 整体上将更多的造福世界人民 我不太理解 中国搞新能源 电动车 风电 核电 都是和西方学的 但是中国搞起来就是黑暗的 美国 欧洲的汽车 不也是全世界卖吗 咋个就不是邪恶的呢 还有海外的华人 咋个这么喜欢中国灭亡呢 如果中国灭亡了 变得和现在东南亚 泰国这些国家一样 变成无数个小国 每个小国都是总统直选 不是搞点政变 都没有直接的科技 文化都请美国来站台 这样的世界 对于海外的华人来说 都有啥好处呢 天和别人炫耀看 历史上有个中国 就是我们干夸的 这个值得炫耀吗 飞庸世界有名 难道菲律宾人出去炫耀 我们菲律宾就是世界第一的庸人 我们服务就是好 伺候的你舒服得很 这个值得炫耀吗 我真的不懂海外的华人 你们都不是中国人 不要太关心中国了 你加入那个国家 就要为这个国家奋斗 不要去诋毁别人 这是公民的基本素质 民主自由是保留世界的多样性 捍卫每个人的发言权和立场 不能必须要和你一样才是好的 不一样就是邪恶的 世界没有对错 只有各自不同的特色和文化 累啊 某些人没看到自己想要的 就很失望了 王菊只是站在记者角度 或者是观察家角度 说出事实 说实话 如果王菊真的能一直秉承事实 他是不是大外宣都不重要 了解事实 才能真正了解中共 才能知道你面对的是 什么样的敌人 不过我觉得 王菊还是有点小看欧盟 或是西方世界 你觉得 中国在利用他们 他们也觉得 在利用中国啊 有些国家利用中国之后 总能在关键时刻倒戈 这种事情 又不是没发生过 欧盟确实心怀鬼胎 都是为了各自利益 这在西方世界是 他们自己都知道的一种常态 他们各自国家里的各种政党 都心怀鬼胎啊 因为西方世界的权力 就是不集中的 各种势力相互平衡 但是一旦打破 他们重新组合的能力也很强 在长期的权力对抗与利益纷争中 西方政治家 虽说比中国人少了几个心眼 但是他们实际上比中国搞政治的更成熟 也更有预见性 如果匈牙利真的做出对欧盟不利的事情 不排除他们会提掉匈牙利 或者他们中的几个大国会选择退出欧盟 然后重新组建阵营 这时候匈牙利可能就会做出临阵倒戈的局面 对他们来说很正常 你不能用中国人的人情思维来看待吧 除非它跟你一样 是个专制国家需要互相取暖 但是纯专制国家不可能禁得了欧盟 请不吝点赞订阅